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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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候 有些灵物就会选择离开山野 来到世间 寻找一个体制与它相合的人 通过一种媒介的关系 跟在它身边 帮人看病解难 积攒功德 而这种灵物和人类的结合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出马仙 这种出马的大仙 平时跟在这人身边 当需要大仙援手相助的时候 大仙就会附在那人的身上 来直接与求办事的人进行对话 一般会收取一些回报 根据大仙的喜好不同 收的多少和东西也不一样 但是总而言之 动物修行 说得白了 只要自身的修为不够 依旧是脱离不了动物本身的习性 比如柳仙 也就是蛇修炼而成的仙家 有些就会有冬年的习惯 冬天基本不出来看事 性子也比较冷淡 而且养柳仙的人家里也不会养猫 至于雄黄之类的药草更是不会出现 而养狐仙的人家里 也就是狐狸修炼而成的出马仙家 最喜欢和求助人要的回报 就是鸡血鸡蛋之类的东西 这就是天性使然 不管你修炼多久 只要没有肚结肥生 你就是改变不了这些习性的 但是这些灵物大仙在走出山林 积攒自身福报的时候 他们所面临地结的危险 就会成几何倍数的增大 很多人觉得现代社会的这种天敌层面的威胁 城市中要圆少于山野之间 原因无非就是城市中的野生动物要少于山野里的 说这种话的人 其实也没有说错 只是他们却忽略了一点 灵物修行 总是需要适不适地吸取天地灵气 而且修行也是要有一个相对于来说比较安静的环境的 所以在现在的城市中 是不适合大仙们的修行的 而那些相对比较落后的乡村 或者比较贴近山野的小县城 正符合他们的需求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遇见的那些所谓出马仙都是在这些小地方 而在城市中却没有听闻 而混迹于人类社会中的灵物 一方面耗损自身修为攒机福报 另一方面又要时刻提防随时会从天而降的缔结 总之也是十分辛苦的 前几年东北就有个人家出马仙 结果他家大仙就要功德圆满的时候 不知道那户人家的小女儿 不知道哪条筋坏掉了 一天放学回家 发现自家门口顿着一只无家可归的小奶猫 那家的小女儿顿时爱心泛滥起来 把那只猫给抱进了家门 结果那只猫一进屋子 立刻就跳上了房梁 一点没有刚才柔弱的样子 正在这一家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们家天棚中就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 在等那只小奶猫挑下房梁的时候 只见他嘴里叼着一只五尺多长的大耗子 那只老鼠浑身的毛发全都已经发白了 当时已经没了性命 脑袋都拖拉到地上了 而那只小奶猫叼着那老耗子 冷冷地扫了屋里所有人一眼 发出一声冷哼 似乎是在责怪人 然后转身就从房门越出 穿过院门就消失了 从此这家人就再也没能请出自家的那位仙家 后来有人说 这家所供养的那位仙家就是那只白毛老耗子 估计福泽积攒的也差不多了 结果没等渡天节 地节就找上门来了 而那只奶猫也应该是上天神灵所化 变作那耗子大仙的天敌前来诸脚 只是这耗子大仙早有防备 设了什么法阵之类 让那只小奶猫无法入室 结果那家的孩子的无心之举 却助了他一例 说到底 这究竟是地劫难还是人劫 倒有些说不清楚了 这冥冥之中真的一切都自有天意 只是所有修行的这些仙家 大多数都是以修人行为自己的本意 因为前面我也提到过了 人是万灵之尊 先修人行有助灵物之后的修行与正果 但是万事之中 总有例外 有一种灵物却不喜用人行 这种灵物就是蛇 他们最多选择的修成方式则是入海化龙 而他们入海的方式正是前面所说的走交 其实走交只是南方圈里人的讲法 特别是湖北四川一带 这种叫法极为盛行 而北方很多人都把娇蛇入海这种行为称呼作跑地龙 因为大多数的蛇蛇出身的灵物都是在山林间修炼 可是这种灵物修为期限一满 就到了要入海变龙的时候了 但是山林荒野之间 总是有一些溪水清潭的 也只是能供他们暂时容身成交而已 想要入海又谈何容易 所以几乎所有的这种灵物都在等待一个时机 一个能够让他们趁机进江 随波入海的时机 看到这里 也许你已经明白了 他们在苦等的那个时机是什么 没错 那就是暴雨倾盆 山洪暴发之时 看过之前 一些关于画龙故事的人 曾经有问过 说这个大蛇修炼也不易 为什么做这行的人总是要坏他们好事 害这些灵物的性命呢 你就随他画龙又能怎么样呢 不错 蛇化蛇龙对文人来讲 确实是没有什么危害 话语不话的也对人类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影响 但就是在他们画龙的那一刻 注定了要害无数人的性命 将方圆百事多里给祸害一番 而造成这种结果的正式走胶 古人有云 蛇有蛇路 蛇有交道 蛇胶修成入江 都自有自己的一条道路 绝不会随着山洪随意行走 很多山洪只要混入了蛇胶 它就会自蛇胶的带动之下 改变原本的路线 避开一切屏障 在平坦的地面上冲出一条道路来 直通江河 你乍一看似乎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要想到 人类聚集居住的地方恰恰是这些平坦的地狱 而且人类的村寨县城又大多是沿着水路而建 所以一旦蛇胶走胶入江 他们对人类的造成的威胁和隐患 那是首当其冲 不容忽视的 所以在家里人的这个行当里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一旦发现蛇胶要化龙 一定要在他们走胶之前将他们除去 防止日后会给居住在四周的人类造成危害 而且走胶最大的危害还在于 他们在入江走胶的过程中 还需要经历一次跳龙门 方可在入海之后成功化龙 而这个龙门就是人类修建的各种桥梁 一般蛇之类 在走胶过程中 都是沿着原有的水路前进的 所以顺理成章的 他们就会遇见各种人类所修的桥梁 再按照走胶的规矩 蛇胶不可以在桥梁之下经过 但也不是定数 如果桥梁修建时间 早于他们修炼的时候 他们也是可以在桥下游过的 只是这些蛇胶修行 哪个不需要个千八百年的时间 又有几座桥梁 可以历经千百年 微然不动呢 所以基本上走胶的灵物 都是要从桥上过的 而被走胶经过的桥梁 也都会不堪重负 从而垮塌 于是古时候的修桥工匠 就不想任由蛇胶 从自己修建的桥上经过 所以很多有些年月的古桥 大家都会发现在桥梁下面的桥洞正中 会悬着一把铁剑 这把铁剑无需多么封闭 铁质也不用太好 但是它却是修桥的工匠 专门用来对付走胶的 而这把剑的名称就叫做斩龙剑 因为很多人都说 蛇骄在走胶的过程中 会退掉自己的一身皮 等到它们入海了 就已经是龙 无需再退皮了 只是在这个退皮的过程中 它们异常坚固的鳞片 会随着外皮一起退掉 而它们新的皮肉又没有张权 在这个过程里 它们的肉身是极端脆弱的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中 它们对所有的铁器 有着本能上的恐惧与敬畏 于是当走胶走到这种桥梁面前时 原本蛇骄钻进桥洞 用身躯堵住流水 逼迫水面上升越过桥面 然后自己再趁机 从桥上游走的戏码 就行不通了 那桥洞下高悬的铁剑 就是拦阻着它们 不可逾越的一道高峰 也许很多同学看到这里 又会产生一丝疑问 那就是蛇礁真的能够那么轻松 就堵住桥洞 让水面上升吗 我家门前那个某某大桥 几十上百米长呢 他来堵一个看看 能有这种疑问的同学 我也不能说你的话毫无道理 只是也许你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古时候 人类工匠的修桥局限性 在古时候 什么黄河大桥 长江大桥的 由于人类科技达不到要求 都是不可能修建出来的 很多地方的几十米宽的河面 那桥也都是修不成的 所以那个时候 才有百度人这种行业的兴起 所以那时基本你所遇见的桥梁 都是长不过十几米 宽不过丈余的小桥 稍大一些的桥梁 是很难遇见的 有所事有 也都是在那些长安金陵之类的 大渡城里 蛇礁走礁之时 也不会遭遇到 反而是那些相间的石拱桥之类的 才是走礁最常遇见的龙门 而那些有了千年修为的蛇礁 想要让水面越过此类桥梁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就算有些难度 让蛇礁力有所不及 他们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办法 而那也正是做这行的人 除了蛇礁家砸山洪入江 冲毁人类村落田地之外 另一件更加让他们所担忧的事情 那就是毁滴绝坝 另造水路绕过桥梁 而往往这些蛇礁 选择撞坝的时机 正是喝到发达水的时候 原因也是简单 借助洪水之力 他们更容易成事 你想想 如果放水淹了几十里地 藏在水中登岸周游一圈 再寻水到回到江里 是不是比他们堵桥洞 要轻松自在得多 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 那就不会是一村一寨的得失了 怕是要有几个州府的百姓 都得跟着受洪灾 居无定所 再等洪水一退 田地都毁 又要有一轮饥荒瘟疫 那可真的就是一场人事浩劫 无望之灾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走交才会被做这行的人 如此看重 万分提防 这也正是各家的人都不顾危险 纷纷赶到长江沿岸 严防死守的原因 因为平日里倒也罢了 这些东西就算偶尔走交 也成不了气候 可是在这种百年不遇的洪水之中 必然会有灵雾趁机引发山洪 借着天地之力入江进海 而就在长江上的这些大桥来看 他们必然是无力翻越的 如此一来 他们唯有撞回堤坝 放水淹城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真的一旦让他们以这种走交方式得手 怕是要有几十万人陪葬 成为他们入海化龙的祭品了 所以当时家里人听到竟然真的走交了 而且李田两家人都没能挡住 就知道这次情况真的是有些不妙了 天门李家 鄂州田家 不要说是在湖北地面上 放到全国 那也是做这行李响当当的大家们 可是如果真如七叔所言 昨天夜里和这两家之力 竟然都没有挡住 那东西走交的的话 可想而知 现如今前身于九江长地之外的那个林雾 对于守将的人群是何等的威胁 如果在平时 那倒也罢了 将他赶进哪个支流或者湖泊里 什么都不必做 只需拖着他 让他错过自己化龙的时辰 回头再把那河流水库什么的 找几家做这行的人合力一封 慢慢收拾他就好了 但是现如今是什么情况 走交这位家带着洪水之威 稍有差池 整个九江别说保不住 就连小半个江西都会化为余虾的游戏场 旁边的湖北安徽也都要跟着遭殃 历史上也就清末那一次大水 和刚建国那时候 发过的一次洪水 能和这次大水的阵势相比了 而且当年这两次大水 也全都有过走交 如果这一次走交在九江再没能拦住 恐怕此次洪灾 不是用几千上万条百姓的性命 就能了结的了 七叔对家里的人说 事不宜迟 你们立刻叫你们家九江那边的人 赶到长江堤坝上去 招呼我都已经打好了 虽说我离开场面上正多年 但在官场上我的脖面还是残存着几分的 你们放心 到了那边 自然会有人协助你们 李家田家的人现在正忙九江赶 你们也知道 现在这大水闹的交通都已经差不多瘫痪了 也不知道他们在今天晚上赶不赶得及 如果他们赶到了 你们就携手诛灭的孽畜 也别再想什么放他一马的事情 就算杀不死 也一定要把他困在九江城外 我推算他画龙的日子已经差不多要到了 只要祖上的这一阵子 他也就没这力气再闹了 而且这场大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到时候我们再慢慢和他算账 但是如果今天入夜了 李家田家的人还没到 那么 家里人听到这里 心中已经了然 他们直接对七叔道 七叔 您放心 人在地在 那出生就算走交进了九江城 我们也得把他扒下一层皮 七叔听了这话 也是一阵默然 好一会儿才说 你们去吧 等大水退了 我到你们家找那几个后生喝酒 说着 七叔又是一阵沉默 家里人连叫了两声七叔 他才回过神来 在电话的那头 一声长叹道 都是咱们自己做的孽啊 七叔这话 家里人也明白 他是什么意思 七叔当年在闹运动的时候 因为他家族上是地主 成分直接就被化到了黑五类里 被下放到鄱阳湖挖烂泥 后来他就在鄱阳湖那里 结识了一个从北京下放到这里的右派 那人姓黄 听说还是一个大知识分子 在清华大学里教过书的 一开始 七叔很看不上这个从北京来的知识分子 他一直觉得现在这些读书人 光知道什么科学 对老祖宗的一些事 全然不放在心上 似乎在他们眼里 科学能解释世间万物 科学就是唯一的真理 可是七叔从小到大 见过听过太多科学 没办法解释的事情了 自然对这些知识分子 充满了轻视 而那位知识分子也差不多 刚开始对七叔也是客客气气的 后来知道七叔是个跑江湖的神棍之后 对他的态度立刻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要说厌恶倒是真的有些严重了 但是那些梅雨间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蔑视 却丝毫是遮掩不住的 两个人后来自然是斗了几场 谁都没有讨到什么好处 可是两人之间的关系 却变得缓和了起来 七叔所知的那些博杂的学问 与旧式江湖和民间的那种杂食 让那位知识分子叹为观止 而这个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独特的傲骨 和他传授给七叔的那些七叔 他从来没有耳闻 更没有接触的现代新科学的知识 也让七叔自己有了一种井底之蛙的感叹 渐渐地两人成了默逆之交 七叔也知道了 这个知识分子是为啥被打成右派 从而下放而来的 这个戴着一副小眼镜的男人 竟然敢反对领袖 执意想要修建的黄河三门峡的水坝 而且他还写了数封长信 上交到了中央 在信中他痛斥这个水利攻城必大于利 再三劝阻政府应当三思而后行 七叔当时听到这个姓黄的知识分子 竟有还有如此逆临之举 引得龙颜不悦招来飞祸 真的是惊住了好久才换过身来 七叔自然也是有所耳闻 当时政府有在黄河上修大坝的意向 甚至他还听说 政府正准备在长江上也建一座水坝 把江水拦腰斩断 蓄水发电 这种自断龙脉的愚蠢之举 在风水堪域圈里 自然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 总之好话几乎是不会有的 但是圈里那么多人说归说 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带头去和政府争论什么 因为圈里人看得很是清楚 纵使当时学术界和民间对此怨言四起 可政府就是能不顾民意一意孤行 究竟是什么原因 还不是因为上面那位当权者的个人喜好 使皇帝修了长城 千载之后仍被后人悼念 他自然也是想留下点什么 给千百年之后的后人 瞻仰一番的 皇帝既然拍了板 朝中大臣自然不敢有人再多言出这种眉头 你底下的百姓再多怨言 又怎么能上达天听呢 而且就算你的话被上面知道了 又能怎么样 又会改变什么 反而要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又是何苦呢 所以尽管当时圈里也有不少和上层有所关联 也说得上话的人 但是他们当中 谁都没有对此表达任何自己的意见 就算开大会对此事进行表决 他们也是一言不发 只是随留举手表示赞同 但是终究还是有像皇知识分子这种不失实物的人 也正是这样一群人证明了当年那种环境下 在中国文人之中还是有一些有骨气有脊梁 良心未敏之人的 后来七叔和皇知识分子这两个人 经常对坐在颇阳湖滩上 讨论长江上的那个大坝到底应不应该修剪 皇知识分子一直说 我们不应该只从经济观点上去考量这个水利工程的得失 因为很多问题是不会反映在经济层面上的 几千几万年以来形成的一个环境平衡 一旦被这么一座大坝给打破 没有人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 现在的科学水准连个准确的地震都预测不了 谁又敢说这座大坝对环境是百亿而无一害 对于大自然 我们人类所理解东西的实在是太少太肤浅了 我们不应该让后人 因为今天我们这种鲁莽的判断 和没有远见的政绩工程 而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害 而七叔也一直对皇知识分子 讲述着自己的那一套理论 无非就是龙脉一段 水足不宁那一套 而且还说 汇地龙南安 山崩地裂将无可避免 而且龙气一散 天府伏地恐会十年久旱 而西南必将滋生妖孽 到时国家证据不稳 甚至将有兵灾而至 皇知识分子听了七叔的话 自然是不会相亲 每每听到此就要一笑置之 两人相交没几年 突然有一天上面来了人 说要带皇知识分子回北京 因为清华准备举行大规模的会议 对他进行批斗 于是 皇知识分子在临走的前一天 专程找到七叔告别 两人心知此番一别 恐怕此生再难相见 正所谓君子之交合而不同 尽管两人在诸多观点之上 仍存有诸多矛盾与分歧 可两人彼此之间 终究算得上在那种年代里难得一遇的知己 所以七叔对皇知识分子的离去 也有着万般的不舍和担忧 而皇知识分子却显得极为豁达 他对七叔笑说 你这江湖好汉 怎么比我还像是个女人 要不要明日再哭哭啼啼地送我一程 我这是回北京 可以不用再天天在这里挖烂泥了 你应该替我高兴不是吗 看着皇知识分子的笑脸 七叔当时是一点也都笑不出来 倒是皇知识分子拉着他 轻声问道 老七 我马上要走了 你给我说句实话 如果长江以后 真的给蓝腰修好了蓄水吧 在你们这行里 有怎么个讲法 七叔想了想 只回了八个字 功在当代 或一千秋 皇知识分子 当时听了七叔的话一愣 随后思量了好一阵 后又将七叔的话重复了几遍 方才面露笑容地说 咱们认识这么久 觉得你就今天这八个字 说得深入我心 说着 皇知识分子就和七叔告了别 从此两人当真就再也没见过面 皇知识分子回到北京之后 吃了不少苦 但千难万难 最终还是被他熬了过去 没过几年 文革结束了 皇知识分子也被评了反 可是已经由于自己的直言不讳 遭受过一次政治迫害的皇知识分子 仍然没有学会看政治风向 而表达自己学术观点 所以当后来长江的三峡工程 当真从传闻要变成现实时 他又开始了不遗余力的上述中央 表达自己反对三峡工程的修建 而且在众多会议和诸多场面上 毫不掩饰地阐述自己的不识实物的学术观点 皇知识分子在北平凡之后 也给七叔写过几次信件 但是七叔收到后都没有给他回复 七叔说 人家是大知识分子 是搞科学的 和我这种跑江湖摆摊算命的接触多了 对他的名声有影响 我和他是君子之交 相识于患难 现在日子过得都还不错 就不要再多联系 后来知道多年之后 皇知识分子因为癌症去世 两个人始终都再也没有见过一面 七叔当时也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 没有去成皇知识分子的追调大会 只能让家里的两个晚辈 带他去送礼服晚联 故事说到这里 也许很多人都已经猜了出来 这个姓黄的性格耿直的知识分子 就是咱们国家著名的水利工程学专家 黄万里 黄老先生 黄老在病重之时 仍然牵挂着三峡工程 直到他去世之前 他依旧还嘱托身边的人 要阻止三峡工程的上马 一定要政府 不能只顾及眼前的经济利益 要为后世子孙多想想 可惜的是 他的话并没有引起在位者的重视 于是三峡工程按其开工 又按时交工 在短暂的几年政绩荣光之后 三峡对周围的生态环境的影响 也渐渐地显现了出来 具体如何也无需我多说 近几年以来 长江沿岸地区的气候反常 当地的朋友必然是有最直接的感受 至于频繁发生的地震洪水之类的自然灾害 也是众目所堵的 之前不久 就连中国水利部也公开表明 承认三峡工程设计时 确实没有充分考虑建成后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同时承认了三峡工程对洞庭湖 鄱阳湖等湖泊蓄水也有影响 这是中国水利系统部门首次公开承认 三峡工程的设计有失误 而按照咱们国家政府部门的办事风格 但凡他们承认有一 那必然就会有二有三 甚至会有四有五 所以实际上的情况 一定会比他们所承认的要更加严重 只是不知道这来自政府的迟到的认错 是否可以慰藉黄老先生的在天之灵 所以西叔当时说作孽 指的就是政府不顾民意 强行在长江流域建设水利工程的行为 而且西叔也一直对当地政府 对洞庭湖 鄱阳湖 维湖造田的活动表示不满 特别是湖北一省 就是号称千湖之省 整个湖北大小湖泊有一千有余 但是到了今天 竟然只剩下了不足三百之数 这是何等的悲哀 西叔当年宣布退隐 就是在一次政府牵头的会议上 大骂一个靠着造田功绩而升迁上来的官员 说他这是在作孽 还说人类这样遭见自然 上天中会将这恶报还到人身上 那次会议之后 西叔就彻底和各级政府断了联系 从此身居四川的八山之中 不再理会江湖事了 家里的人在挂断了西叔的电话之后 忙联系九江那边的人 让他们把全部人手都安排到长江大堤上去 同时还联系了一些湖北江西安徽各地就近的分家 让他们尽量往九江那边派些人手 能在当天晚上赶过去自然是好 就算赶不及 第二日猜到 也能替换一下盲目了一整的首帝的人马 家里的消息传到鄱阳湖的时候 正在寻呼的那几个人也被吓到了 走跤已经是十几年都难得一遇的事情 而此番走跤还恰恰发生在这个时候 而九江的长江堤坝现如今是怎么一个情况 他们心中自然也明了 于是在接到家里的传信之后 那四五个人未做任何安排 直接就直奔九江的长江大堤而去 等几个人赶到之时 已经是旁满时分 家中此行人里 为首的是一个江西赶州人 姓刘 家里面都叫他刘糟头 因为糟头这个词 在赶州本地是一句骂人的话 意思就类似于猪下水 加上这个刘糟头 平日又是在菜市场做卖肉生意的 所以家里人叫他刘糟头 倒也没有不尊重他的意思 只是有点开玩笑的意味 而刘糟头对于自己的这个称呼 也没有什么不满 反而大大方方的就应了下来 于是 糟头这个名号也就渐渐随了他 刘糟头一行人一道降低 就有几个人应了上来 刘糟头他们定睛一瞧 发现也是熟人 是九江地界上做这行的一户人家 这家人姓廖 只是这廖家算不得什么大家门 平时也只是接点选坟地测八字的活 所以当刘糟头看见廖家时也有些吃惊 心向七叔所说已经做好的安排别就是这廖家吧 这又不是在公园摆摊算命 走交这么大的事 怕是这廖家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两家人见面一阵交流之后 刘糟头才发现原来是自己想多了 廖家也知道自己帮不上什么忙这次 他们只是受了七叔所托 提前帮家里准备好了一些防备走交的东西 给刘糟头他们送到江堤上来了 也就是说 当天的下午 在刘糟头他们几个听此开车往九江这边赶的时候 廖家也一直没有闲着 他们一家在九江城里四处转悠着 好不容易才凑齐了七叔吩咐下来的物件 廖家人将准备好的东西放在何处 给刘糟头他们一指就告辞离去 刘糟头他们几人忙将那一堆东西团团围住 然后就给七叔留给他们的一个联系方式拨通了电话 一会儿接电话那人就赶了过来 结果两拨人互相一看 都是各自吃了一惊 因为刘糟头这边来看 发现对方竟然一个孝极的军官 而且看样子职位还不低 身边有两个像是警卫员一样的年轻士兵 寸步步离其左右 而对于对方来讲也是自然 在当时那种兵荒马乱的情景之下 你发现上面人千叮万主 一定要照看好的几个人 竟然是一身烂泥 做一身村汉装扮的人 你会有怎样的反应 可是当时天色已经见满 李家田家的人约摸着就算赶过来 最快也要后半夜了 所以刘糟头他们也不敢耽搁 只是对着那军官一笑 说道 刚才鄱阳湖那边赶过来 解笑了 然后就让那军官多找几个士兵过来 帮着他们 把料家人准备好的那堆东西 搬到大地上去 当时那位军官并没有做任何多余的举动 甚至连那堆东西是什么都没有问一句 直接叫来了十几个战士 就和刘糟头他们一道 连班代台地将东西给弄到了江堤之上 上了江堤之后 刘糟头这才发觉事情有些难办 当时这江堤上四处都是人 而整条江堤有数公里长 谁知道今晚要是走跤 那东西会从哪里下手呢 这时刘糟头灵机一动 就问那个军官要了几个人 又弄了三艘冲锋周来 每个周上他都安排了一个家里的人 又各自让他们带领了四五个战士 临行之前 他把那三人叫到跟前 和他们低声吩咐了几句 随后便让他们将廖家准备好的那些东西中的 所有坦坦冠冠都一道搬上了船 而刘糟头就和家里的另外一人 留在了长地之上 静静地等待入夜的到来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果然雨水下得要比白天大了许多 刘糟头心知 怕是那个东西等的 就是这个时候雨水一大 江面一涨 他就要有所行动了 而当时那个环境之下 虽然雨下得越来越大 但是四周的一切 却都安静地出奇 就连低上首页的一些战士 也都议论纷纷 说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安静 刘糟头忙用之前 从那位军官那里要来的军用布画机 和自己家在江面冲锋舟上的三个人联系 告诉他们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不要乱了手脚 刘糟头这边的话刚一吩咐完 就听见江面上传来了 抛东西入水的声音 这时那位军官有些不解 就问刘糟头道 你让他们往江里扔的东西是什么 这么大的水 不会被冲走吗 刘糟头解释道 没事的 那些坛子 我都已经让他们拴好绳子 绑上重物了 这江水是冲不走的 而那坛子里 里面装的只是一些熊黄之类的草药 那军官一听 犹豫了一下 道 熊黄 那不是 刘糟头笑说 没错 就是防蛇的 那军官这时 显然是有些被震惊到了 他对刘糟头道 你们不是来抓蛇的吧 上面虽然让我配合了你们工作 可你们要是敢随便胡闹 我可不能由着你们来 你们也看到现在这状况了 你们究竟是来这里做什么的 刘糟头道 你不是自己都说我们是来抓蛇的吗 其实也不能算是蛇 应该说是骄 要说抓 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这东西要真是那么容易就被抓到 昨天在黄石就应该被带到了 也不会跑到九江这里来了 你放心 我们有分寸 不会让你为难的 那军官听到这些 显然是毫不相信 可就在他还要再说什么的时候 突然间天空中一道闪电 划破了夜空 刘糟头心中暗叫一声不好 忙用手电筒朝着江面闪了几下 而接到刘糟头暗号之后 江面上的三艘冲锋舟上的家里人 也各自行动起来 他们所要做的也甚是简单 他们将之前自己抛入江中 又附在江面上的那几个坛子 纷纷用木棍击碎 在击破了所有泥潭之后 他们就带着车上的战士 匆匆又回到了岸上 不多一回 江面上就四处漂浮着 雄黄一类的药草 而这一边 刘糟头大手一挥 几十桶的牛鸟和乌乌 也被请客间倒入了江中 江堤上立刻飘散起 一股子牛鸟的骚臭之气 与乌乌恶臭混杂在一起的气息 刘糟头这边却不由地笑出声来 他自言自语道 我就不信这样还逼不出来你 原来所有廖家准备的这些东西 全都是胶舌不喜其气味的一些东西 只要在短时间内将这些东西 全部倒入江中 潜在江里伺机而动的蛇胶 就必然忍受不住 会浮到水面上来 历年来 这一直是用来对付走跤的最适用的手段之一 果不其然 就在这些东西入江没多久之后 大鱼依旧是瓢泊而下 但在江堤上的风却又大了许多 俗语说龙随云行 胶板风走 一见这风突然变大 流灶头就知道 水里的那个东西随时就要浮上来了 到时候只要一看那玩意浮出水面的方位 就能知道他选好的下手位置是哪里了 可是尽管风势越来越大 但那江中的大礁却始终没有露头 一见如此 流灶头也没了主意 他也不知道 怎么江里的那个东西竟然会这么能忍 可正在他思索对策的时候 忽然听到人群中 有一个人叫道 快看江面飘着两个灯漏 流灶头闻声望去 顿时惊得出一声冷汗 因为他看到那江面之上 真的有两团车轮般大小的 暗淡火苗一般的东西 正渐渐飘近 只是外星人一看 还都以为那是两个浮在水面上的灯笼而已 但像流灶头做这行的人一看却知 那哪里是什么灯笼啊 那明明就是江郊的两只 正散着有光的的眼睛 只是光着眼睛一个就能如同有车轮般的大小 那么这个胶舌的整个身躯又会有多大 想到这里 流灶头的脑中只有那一个念头 那就是难怪李家和田家一起都没有拦住他 说实时内事快 当流灶头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两个灯笼都已经飘到一半了 里江低都已经不足二十米了 整个时候就连守地的一些战士 也都看出来了些许不妥 就算是两个灯笼 哪有能一直保持着距离不变 还越靠越近 而不是随着江流飘向下游的 与其说那是两个灯笼 倒不如说是哪种不明生物的双眼来的确切 所以随着人群中一声怪喊 妖怪呀 整个江低上就乱了起来 军队的战士还好说 毕竟长期以来 军队训练的纪律性还是有的 而在江低上的那些普通百姓 却你推我拥地乱作了一团 刘糟头一声抱吼 止住了慌乱的人群 他对那个军官道 快让你的兵把剩下的那几箱子的东西 全都倒进江里 说着刘糟头一指 那两个灯笼正飘过来的方向 继续道 就倒到他冲过来正对着的地方 沿着江低道 要快 那军官听了点了点头 立刻就吩咐身边的战士 按照刘糟头的吩咐行动了起来 而刘糟头和家里的几个人 也跟着人群跑动了进来 可是没等众人跑到那边江低 江中的那两个灯笼 却又消失了 刘糟头暗叫 不好 盲挥着手 让抱着那些木箱 已经跑到他前面的战士 速度快一些 将箱子里的东西放入江里 片刻之间 就听到一连串的金属碰撞之声 从江低那边传了过来 刘糟头让那些战士扔到江中的那些东西 正是一些金属之物 这种东西是圈里跟古石军队里学来的 那东西换作倒马锥 是以前专门用来对付布军的 这件东西是由四条铁锤组成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 都可构成一个平面 可以平置于地面之上 而将此物丢在地上之时 它也必然会有一条铁锤朝上 古石布军多穿草鞋 很多军士甚至都是光脚行军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一双肉脚踩在这样一枚倒马锥之上 会给受伤的军士造成怎样的创伤 莫说是不能在行军打仗 万一遇见一个黑心的 在倒马锥上染点蛇毒虫草之类的东西 恐怕连命都要没了 而圈里人发现 用这种东西来对付走胶 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因为没人能将解释力的堤坝下面 全都装上金属利刃 可只要你能及时判断出来 走胶选择的方位 在那一块的浆堤下面 撒上这种倒马锥 比能对生性惧怕金属之物的蛇胶 造成极大的威慑和威胁 所以当十几箱子的倒马锥 都被尽数倒入江里时 刘糟头的心不由得一松 他心想这下那只江胶 总压知难而退了吧 可是就在他这个念头 刚刚闪现的脑海之中时 就听一声沉闷的巨响从江底传来 所有人脚下的地面 都传来了一阵极为明显的震动 刘糟头脸色不变 对着家里其他人道 不好 那个孽楚没被倒马锥下住 直接就开始撞堤了 话音刚落 脚底之下的江堤又传来了一阵震动 江堤上很多人都没站稳 被当场摔倒在地 这个时候不用刘糟头说 在场的所有人也都知道 江下面一个活物 而且那个活物 现在正在撞堤想 毁坝放水淹成了 这时就连一些战士 也都惊慌了起来 也许对于生死 他们还可以抛之毒外 但那种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之情 却令他们丝毫无法掩饰 就在深周的一切都渐渐陷入混乱之中时 刘糟头却显得格外冷静和超脱 因为他知道 自己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余下的只剩下听天由命了 面对走焦和自然之力 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实在是显得过于单薄和可笑了 刘糟头时候也说过 当时他其实没有任何想法 因为他知道自己对此已经无能为力 只能等着那江郊撞开堤坝 然后方圆百姓生灵涂炭了 而他自己能做的 只有家里人答应七叔的那般 人在狄灾 狄毁人亡了 在那一瞬间 生死什么的 已经显得不是那般重要了 可就在刘糟头放弃的那一瞬间 天边传来了一声巨响 一道闪电狠狠地披在了江面之上 随后没等刘糟头做出任何反应 一连串的闪电 一条接一条地照亮了夜空 四周瞬间就如同白昼一般 而一道又一道的闪电 连续披向了江面 游远极近 一道接着一道 一声紧似一声 最后 当这些闪电 披到刘糟头面前的江南前的那块江面之时 他都已经分不出 哪道雷声是哪道了 无数的雷声 似乎都化成了一团 刘糟头只记得当时声音最响的那道雷 正正劈到了他脚下的江底之上 那声巨响 几乎把他的耳膜都要震破了 而他们脚下降低的震动 也随着那一声巨响而彻底消失 刘糟头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却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因为他不相信 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还会亲眼见到这种景象 倒是刚刚从地上站起来的那位军官 一句话说出了整件事情的要点 只听他问刘糟头 道将下面的那个东西被雷劈死了吗 刘糟头看着他那张变得有些苍白的脸 摇了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随后刘糟头又在江低上守了几个小时 也再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 他不由得心想 难道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到了下半夜 李家和田家人终于赶到了九江 而且我们家里其他地方的人 也陆陆续续前来帮手 刘糟头把前半夜发生的事情和众人一讲 连李家和田家的人都不了解 这里面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但是刘糟头几个人 经过一夜的折腾 已经劳累到了极点 于是他们被其他人踢下 回到九江城里歇息去了 第二天醒来之时 却都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 一醒来 他们就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那就是在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 昨天夜里 他们守的那段降低决低了 但好在众人拼死 把险情控制住了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听到已经无视的消息之后 刘糟头他们不由得都暗松一口气 可是刘糟头忽然间想起了什么 正要询问 田家的一个老头子就接过话来道 你放心 决低不是走交稿的 昨天夜里自从闪雷之后 那个东西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想这次就算他不死 也把这些年来的修行给毁了 一切又要重头来过了 至于下午决低 估计也是和他昨天夜里撞低有关系 原本那些降低的施工质量就差 经他这么一撞 降低什么的都怕是已经松动了 所以下午大水才没撑住就绝了低 不过好在没出什么大事 正说着李家的一个老头插话道 没事 好几家人都已经撒出去找着孽处了 他要是昨天夜里被雷劈死了最好 不然等被我们找到 你看咱们会给他吃点什么好果子 他也藏不到哪去 九江外面就那么几个湖和水库 我们一个一个地寻过去 他就算是个跳蚤 我们也能把他给避出来 故事说到了这里 也差不多可以完结了 当年那场实际大洪水 没过一个多月就渐渐退去了 大水虽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但比国家预期的要小得多 死亡的人数虽然远比官方给出的数量要多 但也没有达到历年十几万之巨 而在各家的追寻之下 始终没有找到那条交涉的踪影 这却着实让很多圈中人愤愤不平 但是七叔说 说不准那条江郊 已经被天雷轰回了圆形 那么辽阔的水域 你要找一条极尺长短的小蛇 谈何容易呀 倒是很多人问七叔 那条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七叔却也只是回答说 自己也不知道 很久之后 七叔才告诉大家 也许这一切就是上天好生之德的体现 只是这一次算我们人类福泽大 逃过一劫 但是下一次 我们还会有这般的好运气吗